我们继续上课 那么在上节课里面 我们谈到了 就是这个 就是关系之间的一个符合 那我们看到 R1是一个结合 上面的 X到Y上面的一个关系 R2也是一个Y到Z上面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来考虑它们的符合 那么就是说 前面我们说了 如果为什么说我们一跟T之间有关系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 那么很想要就是说 在这个R1这个结合里面 这是一个所表示的 这个关系里面 有一个1跟某个元素之间有关系 而在R2 这个所表示的关系里面 6跟某个元素之间有关系 那么根据这个6 我们来做这个 比如说 有一个存在一个6 来做这个桥连的话 那么1跟T之间 就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关系 因此1T的话 属于R1跟R2之间的一个符合的 那么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 一个一个系题的话 那么是81页的话 那么35个题目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这个所有的作业 大概我们会布置3到4次这个作业 那么相关的这个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完成这个 在既定的这个时间里面 能够完成这个作业 然后通过这个就是网络这个作业 提交的平台提交这个作业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关系里面 有一种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一个关系 偏徐关系 也是计算机科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讲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叫等价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关系 先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划分 划分如果 集合X是一个一个集合 S是X的一个划分 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X这个集合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它分解 称为罗干个小的这个集合 这个每个小的集合 当然都是X这个大的集合 一个子集 那么这些元素 如果是一个划分的话 那这些小的元素 它们聘在一起 就是一个大的X 而这个小的集合 任何两个小的集合之间 它们的相交都是空几 那么把这些集合 换在一起作为S的这个元素的话 那么S的话 就称为是这些大X的一个划分 那么有了这个划分 我们现在来定义这个 就是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 定义在大的X的上面 那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一个关系呢 这个关系的话 如果X跟这个Y 现在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S这个里面 肯定会有存在模型结合 其实是某个结合 T X跟Y的话 都属于T 那么也就是说 X是一个元素 Y是一个元素 这两个元素 都是大X的里面元素 如果X和Y 这两个元素 都是属于 就是把这个大的X 化完成为罗干个小的 这个集合的话 都属于同一个 小的这个集合里面 我们说X和Y之间 就有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说 这个关系的话 它是一个自缓的关系 对称的跟传递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看 对于任何一个元素 X来说 X跟X肯定是属于 同一个这个这个集合的 小的集合的 那很小的它是自缓的 那么对称的 那么X跟Y 如果是在一个集合里面 因为才有什么 X跟Y是有关系的 X跟Y在一个集合里面 Y肯定跟X 也是在一个集合里面 我以后就换一句话来说了 那么因此的话 X跟Y有关系 Y跟X肯定也有关系 那么它这肯定是对称的 那么是传递 X跟Y在一个集合里面 Y跟Z在一个集合里面 那肯定X跟Z 肯定也是在一个集合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 那个传递的关系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说有这个划分 X是一个集合 那么有X 它的所有的这个划分 所有的这个一些满足 这个前面我们说 条件它那个子机 就是构造出来一个集合 S S就是X的一个划分 那么按照我们这里 所定义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关系我们称为是一个 它这个关系是满足自反的 对称跟传递的 那我们说后面会给出来 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做等价的一个关系 先看我们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所用图的话 是来表示这个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看 在这个里面 刻画关系 刻画了我们看 刻画了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先看 这是如果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其实六个元素 组成了一个集合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划分一下 分成了三个这个小的这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里面 只有一个元素 这个集合里面两个元素 这个集合里面有三个元素 那么就是说在对这个 比如说一三五 这三个元素来说 如果任何两个元素 在一个集合里面 我们说他们就有关系 那我们画出来是这样的关系 这画出来 那么很想象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划分 有划分的话 我们又导出来了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的话是一个 我们看这关系是吗 是一个等价关系 为什么说是等价关系呢 那按照前面我们说 它是一个自缓的 任何一个元素 跟自己都有关系 那么是对称的 A跟B有关系 B跟A肯定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是传递的 对于A跟B有关系 B跟C也有关系的时候 A跟C之间也有关系 那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 就是一个等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 讲到这个传递的时候 可能有个问题 大家要记住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说 A跟B之间有关系 B跟C之间有关系 那肯定A跟C之间就有关系 但是我们这里没说 要求A跟B ABC三个元素是 互不相同的三个元素 A跟B可能是同一个元素 也可以 因此前面我们看了 那个例子里面 就是说A跟B之间有关系 B跟A之间也有关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什么 就A跟C相当于是同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说 要求是什么 这个A跟A之间是有关系的 按照那里的话 我们记得A跟C之间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最容易 就是大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等价关系 因此我们就按照前面 我们说他自缓对称的 传递的 那么这个关系 我们给了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就是叫做等价关系 等价关系在计算机科学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它重要程度跟前面 我们说的偏虚关系是一 是可能比它那个更长 这个在计算机科学的 这个书记里面 这个出现的 那希望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些关系 我们希望就是要记住 那么这个多可能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这个出现了 那么这个 在我看的那个就是论坛里面 有的同学可能提了一些问题 他说原来学过这个离算数学 那么这个课程里面 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这个棉修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 开了这个离算数学的这个课程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有我们课程的这个要求 那么你如果原来学过这个离算数学的话 那么口不照是要呢 哪个这个教材 作为就是你们的教科书 因为前面我们听到 如果是周老师的那个书 那么周老师书非常好 但是他可能跟现在的这个 就是离算数学的这个 就是比如CC2001 CC2005 它里面的这个 现在对这个计算机 这个本科学生的要求 可能还有点这个 就是内容可能没护改 还有一些内容可能会多出来 那么希望就大家就是 还是来学习这个课程了 因为按照原来的这个学习的话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原来也学过了 这个离算数学 但是考试了他的成绩 不一定说他一定会比其他同学 可能会更好 因为我们这个是按照 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教学 这个方案来进行实施的 那么他可能涉及到一些内容 可能就是原来可能你没有学过了 那么当然这个书的 我们看了 有的同学说这个书很厚 但是他这个书的话 这个里面内容都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看到他内容其实 还是比较这个简单的 都能够就是大家都很容易 很容易适应这个 就是编案课程里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现在 但是我们现在来判别一个关系 我们说它是一个等价关系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考虑比如说一个集合 一二三十五 包括了五个元素 那上面我们列举了一些一些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那我们看这个关系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那么关系的话 我们说他如果要求 他说是个等价关系 我们说他肯定是自缓的 传递的对称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是不是自缓的 那么所谓的自缓的话 就是说要求每个元素 跟这个自己多有这个关系 那么既然这里我们一共有五个元素 一二三十五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到 就是一跟一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二跟二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五跟五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就是R这个关系 像这个虚有所表示 关系里面 这个是不是每个元素 都跟自己有关系呢 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它们是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求来看 它是不是对称 所谓对称就是一跟二之间有关系 那么二跟一之间有关系 或者一跟二之间有关系 一跟三之间 二跟三之间有关系 那么要求一跟三之间也有关系 那因此我们一个一个要来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看一跟三之间有关系 三跟五之间有关系 我们看必须一跟五之间也有关系 对称就是一跟三之间有关系 那么三跟一之间有关系 这个也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看一跟五 那是不是有五跟一 那么对称 那么主要是传递比较麻烦 因为一跟三 三跟五的话 那我们一跟三 三跟五 那我们要看出来一跟五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或者一跟三 三跟一的话 我们看一跟一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对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一个一个这样每一局 一个一个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这个关系其实是一个等价的一个关系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一个划分 有划分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如果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上面我们定义了一个这个等价 定义关系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关系是个等价关系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两个元素 它们之间有关系 我们换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来 原来的集合的洛杆格子基 那么这个洛杆格子基我们换在一起 作为一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是不是原来 这个集合的一个划分呢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定义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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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集合 这个A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都是把所有跟这个A 有关系的元素换在一起 构造出来一个集合 这个A 那么那么这个A的话 S的话 那么有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集合 换这个A的话肯定是大X的一个子基 这个A的话我们这样换在一起 那么我们很容易证明 这样的S的 这个里面任何两个元素 这样是没有共同元素的 就是它们的交涉空间 而且对这个大的X来说 它里面任何一个元素 都是在这个里面都存在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的话 是这个元素 是这个集合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S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划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同学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个等价关系 或者有一个划分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有等价关系 可以得到一个划分 那剩下来的话 我们是可能会考虑到 就是有这个划分 我们得到一个等价关系 有这个等价关系 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划分 那么这个 这个有划分得到等价关系 有等价关系 我们一回过来 又得到一个划分 那么这两个划分是不是一样的 划分也是一个集合 那么这两个集合的话 是不是先等了呢 那么当然很容易证明 这两个集合 就是有等价关系 可以诱导一个划分 有划分的话 可以得到一个等价关系 这个是一个走一个圆圈回来 它会回到这个圆点 是没问题的 那么既然是有等价关系 或者有划分 那么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等价关系的 那会诱导出来一个划分 那么划分里面的每一个划分 都看成一个等价类 所谓的等价类 就是说这个类里面的 任何两个元素 都存在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的话 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 就是它们是 字缓的对称的传递的 或者说它们有关系 那么既然它们有关系 里面任何两个元素 都有关系 而这个关系 我们在这里 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等价的关系 那么很小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元素 作为一个代表 而这个类的话 这个元素所在类 我们就可以叫做等价类 那么这样 我们就可以定义的 一个等价类 以及这个等价类的 一个代表 这是定义2.5.1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前面我们说 这是一个等价关系 等价关系 我们又到这个画文 这个画文的第一个 这个就是 子集包括三个元素 一三五 第二个子集包括两个元素 二六 第三个子集包括 一个元素 四 那么这个任何一个子集 之间都没有交 它们交集都是空 那么就是说 我们看 一二一三五跟二六 当然这个两个集合 交着空了 那么二六跟四九 那么反映在图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划分 划分的话 我们看 这是划分的一个成分 这是划分的成分 那么两个成分之间 它是没有边相关联的 那么但是我们看 所有的这些元素 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 确实是等于 原来的这个 是大的这个X 那么因此我们说 有等价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划分 有划分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等价关系 这是一样 那么再看 这个我们前 讲的一个简单个例子 X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 十个元素 一二三五六 七八九十 那么定义 任何两个元素之间 如果有关系 X跟Y有关系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X减去Y 如果能够被三所整出的时候 我们说X跟Y之间有关系 那么我们很容易证明 它是自缓的 为什么 任何一个两个元素 他这两个元素 如果是一样的 他讲 像他们的差就是零 零肯定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自缓的 那么对称的 X减去Y 如果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Y减去X 当然也能够被三所整出 因此他们是所谓的对称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证明 他们是传递的 如果X减去Y 能够被三所整出 Y减去Z 也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我们说X减去Z 能够被三所整出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给出来 简单的证明 那书上当然写的是 那因为我们很容易证明 这个因为这个题目 当时也是做了 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也出现过 但是很多同学证明的时候 他给我在这里写的 都是写不难证明 这个时候是有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 X减去Y 如果是X跟Y之间有关系 那么X减去Y 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我们假定 它能够三所整出 那个三的倍数 写一个三A 那么Y的话 如果跟Z之间有关系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Y减去Z 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我们写成三B 那么很想 那我们现在来看 要证明是X减去Z 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我们把这两个等式 我们先加以后 那么Y的话 我们修掉了以后 那么X减去Z的话 等于3的话 A加上B 那么很想让我们 从这个是里面 可以看出来 X跟Z之间的一个相差 它是等于三乘以A加B 那么很想让 是能够被三所整出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就从这里 就可以得到什么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定义的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传递的关系 如果XY有关系 XJ有关系 肯定XJ有关系 那么这样 我们就证明了什么 证明在这里的话 这个我们所刻画 这个关系的话 刻画这个关系 是一个等价的一个关系 那么有的等价关系 我们就可以 当然我们说 有等价关系 我们可以诱导出来 一个划昏 划昏的话 我们如果来写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 划昏怎么划昏呢 因为考虑被三所整出 那么我们当然划昏 昏成为三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等价类 那么在第一个等价类里面 它是 能够被三所整出 它的结果是零的 第二个等价类里面 是能够被三所整出 但是它的余数是一的 第二个是被三所整出 它被三所整出以后 它的余数是二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整个X的结合是 123667894 那么能够被三所整出的 这个数的话 除了三 那么就是六 一个是九了 三六九 那么在这个 能够被三所整出以后 它的余数是一的时候 那我们看就一 还有一个是四 还有一个是七了 还有一个准备了 还有一个是十 那么剩下来就是 就是这个二 被三所整出 它的余数是二 那么是二 一个五 一个是八了 那么就结束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成这个 这个X这个结合 是有三个等价类 那么这他们的划分的话 那么就是 把这个三个等价类 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结合里面 就得到这个划分了 那但是这个题目 也是很简单 但是 也有很多同学 学过理想数学 但是做的时候 可能就是还是把一些概念 就是没有记住 或者说是 有的问题可能忽略掉了 大家做的时候 当然不能写不难证明 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你在证明的时候 一经要你证明 你就不能写这个 就是所谓的不难证明 那么再讲一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等价类了 那么我们说了 这个如果是 R是一个 一个等价关系 X是一个结合上面的 是一个结合 那么R是这个结合上面的 等价关系 如果每个等价类 正好有R个元素 那当然是非常简单 那么一共有X 除以R个等价类 因为我们说等价类 所有等价类 它们的元素都加起来以后 并在一起以后 就等于X了 那么我们说一共有X除以R个等价类 每个等价类 正好有R个元素 那么相乘起来就X 除以R 再乘以R的话 那么两个R消掉的话 那么这个元素都是等于X 但这个地理并没有多大样素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看到前面一个例子一样 我们把一个结合 把它划分成为 这个若干个纸基的时候 这些纸基的话 如果是岸岛前面 我们所诱导出来 是一些等价类 那这个等价类 可能每一个类 它的元素的个数 可能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定理 并不是很一样素 但是前面我们说 主要指的是什么 这些类 它们的元素都加起来以后 元素的个数 跟原来X 这个结合的元素个数是一样的 这是主要的 那么这张跟等价关系相关的这张 我们这个C题是89月 89月的这个第一题跟这个第九题 第一题跟第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这个就是关系 关系我们前面讲了 已经讲了这个若干总这个表示的方法 一种是让这个table还是表的话是来加以表示 table也是在这个关系数据股里面 表示关系最常用的这个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序有 序有当然我们说是一个pair pair的话就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和第二个元素 构造出来一个游序的这个pair order pair 那么有些序有我们换在一起凑成一个结合 那么成为所谓的DICARG的任何一个子结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关系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还谈到这个关系 我们还可以用图形的图形化的话 是来加以刻画跟表示 那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图 如果A是一个元素表示成为一个结点 B也是个元素表示成为一个结点 A跟B之间有关系 就把A画一条边到一个B 这个边的话是有关线的边 那么这里讲到三种关系 那么当然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都有一定的这个运处了 前面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有看一个关系 是不是一个等价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它是不是制缓了 是不是对称了 是不是传递的 那这个时候涉及到这个如何 让前面我们给出来了这个结合的表述方法 从这里面我们来搜寻这个所需要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更好的一种 或者说我们要判别 比如说结合是不是一个对称的 或者是一个制缓的 更好的一简单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用关系矩阵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关系 那这个这样的表示当然会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为什么就是如果关系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关系矩阵来加以表示 它的空间浪会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看关系矩阵 我们表示X到Y的一个关系 那么就是我们把X列出来 若干个元素Y是列出来 那X作为比如说作为一个矩阵 它在这里列X1 X2 先这个这样一个矩阵 Y的话如果列在这里 Y1 Y2 VN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对于每一个X来说 如果有某个Y跟它之间有关系 我们这里写个1 如果没有关系写成0 那么这样我们就给出来了 关系的一种表示方式 那么这个表示方式 我们称为是所谓的关系矩阵 表示方式 那这种方式我们也很容易来表示一个关系 而且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一目浏览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 但是要这个方式来表示这个矩阵的 关系矩阵来表示关系的时候 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到时候再说 X是现在是一个结合 这个结合里面有元素 1 2 3 4 Y也是一个结合 是A B C D 正好都是四个元素 那R是一个关系 这关系表示一根B有关系 一根D有关系 二根C有关系 三根C有关系 三根B有关系 四根A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让这个就是关系矩阵来刻画 这个关系的时候 按照前面我们说 1如果跟B有关系 我们在相应的这个路口 我们写一个1 1根A之间如果没有关系 我们对应的这个就是 这个点的话 我们写成一个0 那么很想到我们这样就写起来 写出来了 这个关系这个矩阵 但是这个里面 马上就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1 2 3 4 是我们这样来排 如果排成1 3 2 4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这是集合啊 集合上面的关系 集合是元素的次序 我们是没有考虑的 因此我们1 2 3 4 你在这里写1 2 3 4 写3 4 2 1 写2 3 4 1 那么这个矩阵 可能对应的矩阵都不一样 这里可以变化 这里可以变化 因此我们可能在研究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两个人 多样一个关系矩阵来表示 同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要表示跟另外一个人的表示 可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并不表示说 他们关系是不一样的 或是表示的方式不一样 因此很想我们不能够来 根据什么 两个关系举证 他们是不是相等来判别 两个关系是一样的 除非他们这个 ABCD跟1 2 3 4 就是这个元素 在对于这个 形成这个举证的时候 这些元素的排序 他们是按照相同的方式 来进行并排列的 那才有可能是一样的 还有可能是由这个 举证是相同的 我们来得到这个 关系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定论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举证来 关系举证来表示这个关系呢 因为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 特别在前面我们说 你来刻画这个就是 相关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关系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 就是用这个关系举证 更好的表示一个关系 那特别前面我们说 用土的环式来加以表示图 当然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土其实也是个二元组 是有这个节点结合 边的这个结合组成了一个旭友 而这个节点结合当然就结合了 而边的结合我们前面也看 也是一个旭友 那么这个是看成了 结合的结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给定了 这个结合我们要来刻画 或者来了解 它是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挺麻烦 或者诉求不测 那么如果用关系举证来看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些关系 我们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我们称为是 前面我们所说的 是一个制缓的关系 那么对制缓的关系来说 就是对任何一个元素来说 自己跟自己有关系 那么正好 那么这里我们看是x上面的关系 那么这个其实是 或者是韩座标 或者是列座标 它其实对应的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同一个结合x 那么自己跟这个排列次序 要求是一样的 这个一样 那我们现在如果来看 自己跟自己有关系 那么一跟一 第一个元素跟自己元素有关系 第二个元素跟自己有关系 如果所有的元素都跟自己 都有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关系矩阵上面 这个对角线上面都是1 其他的我们不管它是不是1跟0 那么很想对角线上面都是1 那么这样我们很容易判别出来 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制缓的一个关系 那么进一步我们如果来看 是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 所谓对称的关系是什么意思 那么 I跟J有关系 那么J跟I有关系 那么其实我们是AIC跟AJI 它们这个两个元素 它们同时为1和同时为0 如果等1的时候 那么两个都是1 不能一个是1 一个是0 那么它表示它就不是一个对称的 如果对称的话 那么AIAJ肯定等AIAJ 不管它们是1和这是0 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们说它们其实就是一个 什么对称的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是还对称的 那么就说这两个AIAJ跟ASI 它不可能是同时为1的 那么也就是说它们加起来的话 肯定是等于1的 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是两个都是0 因为加起来是等于0 或者两个都是1 加起来等于2 都加起来等于1 只能是一个是1 一个是0 或者另外一个是0 还有一个就是1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刻画了 这个就是 如果给定了一个矩阵 我们很容易来编写这个程序 来判别所给定的这个矩阵 它是不是对称的 或者是不是自缓的 就是非常简单了 那么关系矩阵呢 前面我们说了还有一种关系 这个关系的话 那么就是所谓的 就是关系的互合了 互合commodation 但是我们现在 让矩阵方式来表示的时候 表示两个关系的互合 其实这个我们后面看到 就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函数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你如果让这个关系来 矩阵来表示函数的时候 那么函数的互合 是当然我们就算去科学里面 还是数学里面 都非常重要的 函数互合就是正好 表现关系的线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R1它是关系 对应的关系矩阵是A1 R2所对应的关系矩阵是A2的时候 那么R1跟R2 它们的这个两个关系的 它们的就是互合的话 那么它其实是A1跟R2 这两个矩阵先乘 A1跟R两个矩阵先乘 这个时候会有问题 我们看如果这个矩阵 跟这个矩阵先乘 矩阵先乘的时候 我们看这同一行 一个行跟一列 对应的元素先乘 然后把它对应元素 乘的时候先加起来 这一行乘上这一列 也是指的是对应的元素先乘 然后把它们所有的核都加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我们说先乘 当然没有 一乘一最多是一了 一乘零就是零了 零乘零是零 但是先加起来的时候 如果若干个一先加起来以后 它可能就是等于2 等于3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它可能就不是对应的关系矩阵了 那么我们这里把 如果不是零的 都用一来加一表示 那么这样的 得到了一个矩阵 其实是R2跟R1的 它的一个就是混合的关系矩阵 两个关系 R1跟R2 混合的关系矩阵 那么这个里面 如果多个一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前面我们说 为什么就是说两个元素之间 经过混合以后 它们有关系的 有个介绍人 如果一个介绍人 它其实结果的支持一 如果两个介绍人 结果是二 三个介绍人 结果是三 因此 但是我们只有 不管它是几个介绍人 如果有介绍人的时候 它们两个元素之间就有关系 因此不管是5和6 它是3 我们最后都给它改成1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按照 这个里面 我们就达到了前面 我们所要求的 就是用这个关系矩阵 来刻画这个关系的时候 那么关系上面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 关系的符合 很简单 我们可以表示三 但同学进一步来想 就是我们如果要把两个关系 其他的一些关系上面的一些操作 或者我们判别关系 它是不是一个对称的 自缓的传递的 那么怎么样来做呢 那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就是说如果是自缓的 那么看对角线上面的元素 它们是不是1 如果是1的话 那么它们就自缓了 那对称的 我们看AiJ跟AiJ是不是一样了 如果是先等了 所有的对所有IJ来说 AiJ跟AiJ 那么它们就是对称的 那它缓对称的话 那么所有的IJ来说 AiJ跟AiJ 它们就是不一样了 那么就缓对称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关系去证 来很容易来表示这个关系 那下面我们再把这个就是C题 那么这张的C题 可能是96月的一世 请大家先把C题做一下 我可能最后来布置这个C题的时候 可能一些题目 可能再减少一点 当然这样也没有 前面按照前面落干界 他们做下来问题 觉得还是合适的 当然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 可能这个C题的量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大概两千多个这个C题 那么如果是国外的话 要求这个基本很多C题都要做 基本上做到一半左右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是 就是我们这布置的这个C题 要求大家做 那么前面我们也 大家在第一节课里面 我们也说过了 因为最后考试的这个题目 可能有相应的百分比 出在我们这个立体 或者我们的C题上面 因此大家通过这个 当然我这个是出在这个上面 并不是完全一样 可能会稍微做一些 相应的一些修改 因为C题的话 主要是一些通过大家的学习 来掌握这个相应的 所谓的知识点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 就函数这个章节的内容 我们也开个头 那下节课 我们到到函数 再还会继续来尝试 那函数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数学里面 或者在这个 这个是成绩设计语言里面 因为成绩设计语言里面 特别有种成绩设计语言 就是函数是成绩设计语言 也就是说在这个函数 成绩设计语言里面 所有的基本的对象 都是函数 其他东西是没有的 这是就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看 函数跟关系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既然是个函数 我们要求它是一个定义 就是X到Y的一个函数 我们要求 就是对任何的这个X 里面的一个元素 多有就是Y里面的元素 和它对应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 如果是个定义 先看一个R的一个定义 先不说函数定义 这个定义是什么 X是所有这样X的一个结合 存在一个Y XY属于R 也就是说 所有的那些跟X的 这个大的X结合里面的元素 有关系的那些元素 就是 对于这个 就是我们看 这个就是存在这个Y 使的是什么 XY 是属于R的 那样的一些X 也就是说 所有的那些元素的结合 X里面 所有那些元素的结合 那些元素 都有Y 那个结合里面的一个元素 和它对应的元素 那么当然我们通常 有的时候举这个 比如通俗的一个例子来说 X说 比如说 所有男同学的结合 Y是所有女同学的这个结合 那么这个关系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 朋友 男女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就是说 那么这样的 我们来写这个结合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 就是所有 假定我们在这个 这个讨论问题的 都是在一个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男同学女同学 都是在同一个范围里面 那么所有那些有什么 有这个 这个定义是什么 是所有那些 有女朋友的 你这个 怎么选的这个结合 那么就是这个X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是个关系 这F是个关系 这个是函数的定义 那么 使得函数的定义 等于大的X 这个F的定义 F是个关系 这关系定义 也就是对这个 X里面任何一个元素 X来说 都有Y里面的一个元素 小的Y和它对应 那么这样的一个 就是定义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单字性 就是如果X跟Y之间有关系 并且X跟Y偏有关系的时候 那Y等于Y偏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单字性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映射到那个Y里面去的时候 在Y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和它对应 不可能存在两个元素 而且对于X里面的 每一个元素 都有Y里面一个元素 和它对 那么就是说 只能有Y里面一个元素 不能有两个元素 也不能够没有元素 和它对 那么这样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函数 为什么叫函数了 就是我们来看 这个F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在写 F是一个函数的时候 那么F一个定义是X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 F是X到Y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而且这个 我们看 对于所有的这个X来说 都存在一个Y 它这个就是对应 如果有两个外 一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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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外 一个外 一个外 它们的支持 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刻画了 这个就是 那个关系 在关系上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 要说就是一个是等值 单值性 还有一个是定义 我们这样就定义了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的 一路一个函数的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回去 就是呼吸一下 这个因为国庆节 先预祝大家 就是国庆节这个快乐 那么回去先预计一下 这样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这样第二章的这个内容 跟这个后面这个 就是台第三章 我们这个也有内容 那么在下一节课里面 其实我们还会谈到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也是 大家也是通过这个 点播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的 那么也是 希望大家就是在国庆节里面 过得愉快 那么在这个通过这个学习 掌握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么就到这里 那么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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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